這間餐廳是吃辣椒出名的 所以價錢就貴一點 非常非常多鋁籠的產品 嘩 看看這個商場 真的超級大 因為這裡有一間日本超市 這裡要5磅4毫9 好貴 早晨 今天是Day4 昨晚回到酒店都很累 我忘記訪問你開不開心 你不如現在說說感受吧 雖然都是觀光景點 但是因為那裡是倫敦一個很著名的地方 而且它都很漂亮 所以去到也很開心 嗯 還有之後又走了紀念品店 又買了一隻熊熊 所以就更加開心了 是不是 是呀 你們都對著簽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景點 是去律師樓簽我們新屋的文件 本來律師就說可以經過Zoom 去解釋文件給我聽 然後我們去曼城分行簽 不過因為我們旅行的時間 跟我們的成交日子差不多 所以律師就說不如你直接來簽眾好過吧 所以我們現在去律師樓找他 我們待會再見 好了 我們現在搭旅程了 搭旅程還是戴口罩先 剛才去簽文件 搞了一個小時 那我們現在搭旅程 去吃午餐 在倫敦搭旅程 可以用Countless 或者 Oyster Card 我們這次旅程都是DudeCountless 即是Depic Card 即使你把Countless 不是英國發出 只要卡上面有這個標誌 都可以用來搭旅程 但是就要留意 可能有海外手續費產生了 又或者可以使用Mobile Payment 即是Google Pay Apple Pay 不過我們比較落後 不是很會用這些 嗯? 另外也可以使用Oyster Card 即是類似香港的伯達通 在大部分的Underground站 都可以買到 用Countless 或者Oyster Card 搭旅程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Pay As You Go Caps 這個小機 意思就是 同一日之內 搭車的車費去到某一個限額 就不會再收費了 我和YY爸爸 之後看回Benz Statement 看到每天的車費 就收了7,7磅 11歲說以下的小童 在倫敦搭旅程是不花錢的 所以這次旅程 每次出入閘 YY都是跟著我一起過的 特別一提 搭旅程買單程票 是貴過用Countless 或者Oyster Card 很多的 所以千萬不要買單程票 我們搭旅程回到地面 終於可以脫口罩 呼吸新鮮的空氣 我們現在走到餐廳 叫Burgan Lobster 是朋友介紹我的 看看好不好吃 這間Burgan Lobster 在倫敦有幾間分店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網站這裡訂位 我們到了餐廳 現在是11點55分 餐廳開12點 我們等一會 我們到餐廳 這間餐廳準時12點開門 我們進來坐下了 這間餐廳是吃Lobster出名的 所以價錢比較貴 我們已經叫了東西 很期待 我們吃飽了 這間餐廳是71磅 這間餐廳 應該是我們在倫敦這幾天 最貴的一餐了 我們現在去西敏寺 之後再去Big Bang 其實白金漢宮 西敏寺 Big Bang 和倫敦矮 他們的位置都很接近 如果大家應驚存 如果到倫敦話 这里也有鸡公仔卖 还有大有小 这个是挂式来的 有件小红袍穿着 穿着个吊牌仔 但是这一只 不过就好像那天在Tower Beach 看到有皇冠的歌姬可爱一点 非常非常多女王的产品 我看中这个食物的Trayer 重点是可以入洗碗的机器 很好吃 妈妈,我给你帮来圆满 你能不能有本帝吗? 好吧好吧 這是西敏寺入場季 大日25磅 小童10磅 一家三口 一家幾十磅 省皮也是不進去 省皮是不進去 在外圍看就可以了 在外面看 都一樣這麼莊嚴 這麼漂亮的 每個拍照片 小貼士 除了坐小船之外,也可以坐觀光巴士 這個紅色的路線就是觀光巴士會途徑的地方 我身後這裏就是太陽市場旁邊著名的倫敦I 不過收費都挺貴,大人29磅半,小童26磅 所以我也不打算上去 但是我之後上倫敦I的網頁看,原來有套票 例如倫敦I加船河,大人每位是43磅 還有其他套票,例如倫敦I加Sea Life倫敦 大人每位是50磅 所以大家出發來倫敦之前,可以先買好用的套票 如果你長期居住在英國的話,可以考慮買Merlin Pass 有了這個Pass,全英國有很多景點都可以免費入場 例如倫敦I,倫敦I River Cruise,Lagoland,Sea Life,Elton Tower Resort等等 不過如果你不是住在英國南部,出入倫敦比較遠的話 買這張Merlin Pass可能就不太花算了 因為比較熱門和吸引力的景點,都是集中在倫敦或倫敦附近 我們走完Big Band,走完西敏子了 現在去一個叫Westfield的商場,逛街 為甚麼我們去那個商場呢?一會兒告訴你 我們到了Westfield了,這個商場很大呀 很想知道這個商場和香港的商場有甚麼不同呢? 嘩,看看這個商場,真是超級大呀 有右手邊這裡,還有左手邊這一座 超級大,超級大,現在進去看看 為甚麼我們要來Westfield這個商場呢? 因為這裡有一間日本超市,就在那裡 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 這裏都不少日本的零食 不過呢,價錢就有少少貴了 這個麵呢,我記得我在759買十多元而已 這裏要5磅四毫九,好貴呀 還有這班Mochi,我和YY都很喜歡吃的 之前我們在Donkey買20多元而已 這裏要5磅九,差不多60元 剛才那間超市,某些貨品都偏貴的 我們精挑細選完之下,都買了20多磅 那我們現在去吃晚飯了 這個商場的裝修都很新穎 和香港的大商場都非常接近 我覺得這裡有點像有一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 這個商場給我的感覺非常良好 我覺得自己好像回到香港一樣 這個商場是有KITS-San-Lia,即是香港做職業的那隻 扮著飛機師、扮著護士、扮著消防員的那個 不過呢,不知道在倫敦玩這些東西有多少錢呢 這部商場的櫃 是香港做職業的那隻 扮著飛機師,扮著護士、扮著消防員 扮著扮著飛機師、扮著護士和消防員的那個 大人16磅起,小童26磅起 預先經電話或網站扣票比walk-in便宜 大家如果有興趣就預早買票 Good night